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鸟董任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鸟董任言一千日第八百四十三日 主题 结识五因本因同事妄想 经文段落 安然 知妄所起 说妄因缘 若妄缘无 说妄因缘缘无所有 何况不知推自然者 事故如来 与如发明 五因本因同事妄想 经文销文 五因本因同事妄想 五因生起 自由 唯有 兼顾 虚明 融通 幽影 虚无 等妄想 以为其本 以上经文销文致此 恭请建徽法师慈悲开示 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八百四十三日 我们要继续来探讨 这个妄想 最后呢 阿南在任言经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修行啊 听完任言经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来修 到底是要一次到位 还是要一步一步的来建修 第二个呢 要讲到这个整个修行呢 是破妄显真 那这个妄到底是跟真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这是佛陀要对于阿南最后一个总结性的问题 来提出说明 那这个说明里面呢 就把整个任言经的重点 从头再汇整一次 所以其实啊 经过了前面八百四十几的学习 我们一步一步的已经看到了整个修行的蓝图 那最后呢 在色受想行事这个五十阴摩当中呢 我们要做一个修行的总结 那这个总结啊 其实就是在阿南的这个提问当中 就找到一个次第跟重点 那佛陀怎么说呢 佛陀说啊 这一切万法本来就是一种什么 妄动而产生的一种假象 今真妙明本觉明镜 非流生死己诸成垢乃至虚空 皆因妄想之所生起 所以这个本觉之心呢 会产生这些现象啊 都是因为妄想 不管是生死或者是成垢乃至于虚空 都是妄想 那这个妄想呢 其实没有原因哦 为什么 因为他就像眼若达多 迷头认影 颜若达多他有一天看到镜子里面的头 他就误以为啊 镜中头存在 那他自己的真实的头不见了 所以迷了真头 而妄认这个镜中之影为真实 所以迷头认影就是我们在讲直妄为真 那我们把这个妄呢当成是真实的之后呢 你就会被他迷惑 如果色受想形式都是假的 那结果呢我们却把假的当成是真的 那现在呢我们现在的烦恼啊就是这样子产生了 那这种产生呢到底是怎么解决 是要一次到位还是要慢慢消除 现在阿南呢就在探讨这个问题 那首先就要先定义 我们现在所产生的烦恼到底值不值得消除 现在所产生的烦恼就是在这个世间呢 所谓的因缘跟自然 那因缘或者是自然呢 都是忘心嫉妒 是不是都是我们自己去解释他 解释他呢对于我们的命运的解释 有的讲的是因缘和和 有的呢又说天然自然如此 那不管是因缘还是自然 皆是众生忘心嫉妒 那既然这样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 所以最后呢一个总结 佛陀就讲啊 知忘所起说忘因缘 若忘缘无 说忘因缘缘无所有 何况不知推自然者 所以这里就讲啊 我们要知道哦 这个地方啊 谈到一个什么 知道这个忘缘无因嘛 但是我们因为看到了妄动 一念不觉 生三系 境界为缘 长六出 所以这个世界啊 从世界缘起 众生缘起 业果缘起 这个缘起呢 都看起来有一个 这个因缘和和的假象 我今天存在在这个世界 我遇到了这些人 好像有一个命运在推进 三岁的时候住在哪里 十岁的时候遇到谁 二十岁的时候又做了什么决定 三十岁的时候 在哪个地方生活 做什么工作 那这一辈子啊 似乎回头一看 你有所谓的恩怨情仇 悲欢离合 爱恨 不管你是顺境多还是逆境多 烦恼多还是清凉多 你回去回顾自己的一生 好像一场梦 这一场梦当中 说起来很有来头 所以每个人在说自己的故事 哎呀 头头是道 就是有一个因缘 有一个原因 然后造成现在这个情况 所以很多人呢 都很喜欢讲自己的故事 那即使没有机会讲 自己也很喜欢回忆 回头看一看 哎 感觉呢 似乎呢 就有一种 这个在拍电影的感觉 人生如戏 那自己其中 就扮演某一种角色 在每一个时间跟空间当中呢 产生了非常多的精彩的剧码 好 那么这一切呢 你要看清楚 原来呢 它就是因缘 这个因缘呢 也是一个忘 就是一段一段一段的故事 一段一段一段的因缘 所以知忘所起啊 说忘因缘 那当我们这样子去观察的时候呢 如何去破除自己对于这个过往的执念呢 金刚经里面讲啊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为什么呢 那难道呢 学佛就是什么都不可得 那么什么都不能追求 那就心灰意冷啊 很多人学佛学到说要放下 结果呢 其实是一种放弃 变成一种消极 乃至于逃避 你是消极还是逃避呢 还是无奈呢 其实都不是 而是照见五蕴皆孔 照见这一切忘的本质 所以呢 就在讲啊 若忘缘无啊 那么这一切的因缘啊 本来就没有啊 缘无所有啊 更何况呢 你不知道这个因缘的 还把它推给自然啊 这个认为呢 是 这个自然而来的 很多人是这样啊 这一切是怎么来的 哎呀 这个上天早就注定好了 这叫做自然吧 我生来如此 不用努力 他的天生就是富贵命 天生就是贫贱命 你努力也没用 但是事实上呢 人生要不要努力啊 要啊 因为呢 有一个好的心 加上呢 好的环境 就是缘呢 遇到好的老师 那有好的同学 或者是呢 这个工作的时候 有好的老板 有好的公司 有好的社会环境 有刚好有一个好的机遇 你就把握了这个缘 然后就变成现在的成功 那这个成功呢 就是众缘合合啊 但是有的人的成功呢 是突然之间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成功了 叫做自然 所以有人是这样啊 没有原因就成功 没有原因就失败 他就推给命运啊 他说啊 这都是啊 我的命 是不是 这个可能做事业比较不会啊 但是呢 遇到了某个对象 遇到了某个对象 这个对象啊 你就说不出来 也不是努力追来的 就是遇到了 遇到了觉得对眼了 对眼的是什么原因呢 没有原因 那就是自然吧 就让他自然的发生 这就是我的宿命 那其实不管你怎么去解释啊 这知道因缘变化 那也是某一些部分的因缘变化 不知道的呢 就推给宿命啊 没办法 所以有人是这样解释人生 有的人是那样解释人生 不管你用因缘来解释 或者是用自然来解释 其实啊 都是旺 都是旺哦 什么样叫做旺呢 因为他就根植于一个虚妄的现象 叫做生灭 有生必有灭 那生灭就是无常 那就是旺 他不是真常 不会永远都不变 那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世界的现象 所以不管你信什么教 你信仰的是什么系统 你的观念是什么 你的感受是如何 你自己呢 对于色受想行事 你的认知是什么 是懂还是不懂 是透还是不透呢 总结啊 佛陀就讲哦 事故如来与辱发明 五因本因同是妄想 我们前面呢 我们前面呢 在讲这个五因啊 大部分的人呢 他的烦恼就在哪里呢 就在色受想嘛 你看色就是身体 还有境界 那一般人呢 大概都步不去的 就是这个色因 受因呢 是情绪感受 这个感受啊 也是一般人 他觉得很真实 那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呢 通常呢 我们就会说 没来由 譬如说一个人忧郁症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生这个病 天生的 或者是基因遗传 那也许呢 有一些因缘刺激 他遇到了不如意的事情 失恋了 或者是呢 失败了 考试考坏了 他就得到了抑郁 那这也是 从因缘来解释 这个病症 这种情绪 这种感受 那因缘也好呢 或者是自然 其实还是一种障碍呀 再来呢 想啊 人生有种种的追求 我又贪求这个 又贪求那个 那这是色受想 等到行因的时候呢 世因的时候啊 这世间啊 很多的修行人 乃至于很多的宗教系统 信仰系统 思维系统 哲学系统 那这些种种的系统啊 种种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啊 他也落在这个行跟世当中 所以色受想行事啊 这五因啊 不管你修到什么程度 你的观察力有多么的细致啊 其实都是什么 众生忘心忌妒啊 所以佛陀啊跟大众说啊 五因本因同是妄想 色受想行事同是妄想 那么我们就要去认识 既然是妄想 那么首先我们要处理的 就是妄想要怎么处理它 我们每个人呢 都是妄想累积的结果 那么我们现在啊 所认识到的这个我 原来都是妄想 那色是妄想 所以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啊 受是妄想 受即是空 空即是受 想即是空 行即是空 乃至于到最后 是即是空 色受想行事都是空心 因为它都是一个妄想的假象 所以这个色受想行事 既然是妄 我们要如何照见五因结空呢 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 那这个在探讨之前呢 佛陀会再一次归纳色因的是妄想 受因是妄想 响因是妄想 行因也是妄想 是因也是妄想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更清楚知道 为什么五因是妄想 好 以上呢 是今天的内容 师父及各位师兄福安 地质是美琴 也许大家对我非常陌生 但我是从我们苗董任元一千日 第一集至今 在电脑前默默听闻佛法的第四组成员 今天我想再趁这个机会 向各位分享一下我的心声 在此拜托各位师父及师兄们 救救我们花东的同胞们 我在我们法会的那个礼拜 假日 我们安排了一台游览车到花园去访谈 虽然一波三折 但是还是到达了目的地 当我们到达他们部落地点的时候 出来迎接我们的是他们的原住民 头目夫妻 两夫妻类的满面地告诉我们 他们已经快第二个月都没有看到人了 他们都快要活不下去了 他说他们从零四零三地震之后 再也没有人敢去他们那里观光 在他们的纯朴的脸上挂满了泪痕 感谢我们过去看他 当然我也不会相信他一面之词 当天晚上我趁着大家吃饭的时候走上街头 看看当地人的店家如何经营 结果让我很心痛 几乎每个店家都没有人 美晴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堂课是苗董嫩言 我知道 好吗 那先给其他师兄分享好吗 因为这样子你把它写好 然后分享在大家族里面 不然师父我就直接请示师父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 五因同是虚妄 但我们没有这个五因 日常生活 我们能过吗 虽然师父 如果你常常教导我们 醉酒修真 醉假修真 醉而不住 但是我们现在五因至圣 人们都摆脱不了这五因的身心 您知道他是虚妄 您知道他是虚妄 但又不能没有他 不知道弟子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请师父慈悲开心 好非常好 谢谢美晴的分享 我们要知道这个所有全世界的烦恼 就是色 色就是活不下去 这个生活活不下去 那我要吃 我要住 我要有经济来源 活不下去 那不管是谁呢 都是为了生活 而努力 那虚妄不是说不管 而是我们要自己去看到 这个因缘在努力 每个人都在努力 没有谁是不努力的 所以你说谁要来救谁 我们自己要有一个什么认识 就是这个世界所有的因缘 那有谁是平白无故的 就得到了这个好因缘 也没有 再像现在这个灾难发生了 灾难发生了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共同都受灾 没有人是轻轻松松的在这个灾难当中 通通都没事 没有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烦恼 但是我们面对烦恼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看清楚 是不是 我们当然也可以说 赶快的安慰我 可以 但是 谁是这一种人呢 菩萨 菩萨很有智慧 那我们也可以去求菩萨 我们也可以去求佛 但是不是叫佛来帮我 而是让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 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建立起重新在生活的方法跟勇气 因为一般人呢 是不知道佛法 所以他总是觉得 这不是他的错 为什么我就必须要受这种苦 就是用抱怨的方式 用求救的方式 那事实上呢 有谁 为这些事情 应该要负责 不管有没有人站出来负责 都被都必须要承担啊 我们生病了 赶快去求医生 医生救救我 医生可以尽力 但是他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不痛 他可以帮助我们 比较快好起来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没有好起来 那难道是医生的错吗 不是 所以 面对这些所谓的世间的色受想行事 我们要看到 这个世间有这些现象 我们自己也在受苦 在受苦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是在比赛谁最苦 谁最痛 我们要去看到 自己也有这种苦 我们怎么样走出来 别人有这个苦 我们帮助他 鼓励他走出来 所以为什么刚才要阻止 因为我们不能花那么多的时间 在那个地方抱怨 诉苦 我们是每个人都很惨 我知道 每个人都很惨 我也很惨 你也很惨 为什么 因为有这个夜暴之声 每个人都在共同的面对 可是你的心态要正确 不是都是必须 我就是弱势 我就必须要别人来帮我 那这个帮忙是有限的 救急不救贫 所以你说你要帮这个同胞呼吁 可是问题是他本人不知 他们不了解 他们为什么不要上描冬 他可以上来 跟大家说说他的辛苦 他可以来学学法 所以我们虽然要能够起这个慈悲心 每一个人都有慈悲心 不是不要救 而是我们要彻底 彻底的方法 你可以告诉他 哎呀我们真的很辛苦 我可以尽力来帮忙 但是我们自己也要开始学习转型 这个世界随时都在变化 随时在变动 我们一旦经济来源没有了 难道就要坐以待毙吗 是不是 这每一个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 就要绝处逢生 而不是坐困酬成 现在这个时代都在变化 每一个人都在学习 如果不愿意学习 不愿意走下去 而总是在等着别人救济 那当然 这是没完没了的 再多的福报 如果你不去修 不去努力 那你要说 大家都不慈悲吗 不是 所以有的人会有一种误会 说这个世界这么多灾难 那观世音菩萨就不灵感了 你看 观世音菩萨不是救苦救难吗 结果我们怎么那么多灾难 这件事情怎么会是菩萨的错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因缘 有没有人帮你 有帮就是感恩 没有帮也不可以说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的残忍 这个是道德绑架 这个是慈悲绑架 这个是一种错误的态度 这样子的态度 纵使再多的人帮助 他依然不会变得更好 因为他永远把自己当成是弱者 所以我们修行 就是我不但是能够看到自己 还可以过 有的人是真的是 在灾难当中他的罹难了 是不是他就更惨了 他们还活着 是不是那活着呢 还好手好脚 所以只是过得比较辛苦一点 并不是过不下去了 所以不可以一直活在悲伤当中 也不可以一直活在怨恨当中 这个是这样子啊 是不是那除非呢 你自己啊 我是一个大富贵人 我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 我愿意来布施 我愿意来护止 所以呢我们可以帮忙呼吁 但是不能治标 还要治本 因为治标 是不能够彻底的解救 所以最重要的 还是要面对这件事情 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否则呢 哎这个世间的苦啊 是救不完 因为都不是用正确的方法救 这样是没完没了的 这样了解吗 感恩师父 我会把这一段开示 全是告知当地的居民 阿弥陀佛感恩师父的开示 谢谢谢谢 好 师父师兄们吉祥 弟子妮妮今天是代替一个师兄做提问的 众生贪生吃等烦恼皆源于自己的妄想 不了解无因是患有的 而产生种种的贪爱执着 由此贪着而造作种种的额约 于六道中投出投没无有出其 如果知道了身心是患的 世间一切万法都是如梦幻泡影 既然一切法如梦如幻 成佛也是一个幻 所有的幻性通通都消灭 连身心都没有了 为什么还要用这个幻的身心去修这个幻呢 以幻化去修幻化呢 那是到底谁在修行呢 请师父十杯开示 非常好 很简单 因为你还活着 所以你没有办法马上就消灭这个幻 虽然我们知道五蕴是空 可是你现在活着你还是会受五蕴的限制 你肚子还是痛啊 你不吃饭也可以啊 但是吃不吃你就饿啊 吃了还是会痛苦啊 所以你活在这个世间啊 我们的这个佛法教导教导我们 他是生灭的 就是让我们不要太贪着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并不是叫我们不要过日子了 所以像阿罗汉呢 他正道的涅槃 他正道涅槃呢 但是他不是死掉啊 我今天呢是我的我是摄利佛 摄利佛啊 这见到佛陀的七天一个礼拜 他就正道涅槃了 正道无我的道理啊 但是呢 他还有余报 他还有余报啊 他的生活活命还在啊 他30岁 他要活到90岁 那他的命还在 他还有60年 那怎么办 每天依然要去脱坡啊 他不能说我今天正道的涅槃 我知道身体是假的 好啊 那你就明天开始我就绝食 那也可以啊 你如果有喷法 你就不要 不要过啊 你不要吃啊 但是问题是 你还有 你得要照顾这个色身 是不是 照顾这个色身 那你就去脱坡 用最简单的方式维持生命 用最少欲的方式 不要过度的去追逐这种欲 但是呢 你还有一个余报 你还有剩下的来的世界的 在这个世界上的因缘 那就随缘 那你还有 还要活60岁 还有60年要活 你就要好好的活着啊 不要贪心的活着 而是要自在的活着 那这个叫做无余 是不是修到有一天圆尽了 我很自在的再见了 是不是 圆尽入捏盘 叫无余捏盘啊 一个是有余捏盘 一个是无余捏盘 两个都是捏盘 因为你的心不执着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 已幻修幻 因为你还在幻当中 你还有色受想行事吧 那问题是 这个是用这种比较消极的方式 自修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间 菩萨不这么想 菩萨知道众生都在患的追逐当中 就像刚才美琴讲 大家都在苦啊 那你怎么办 所以菩萨他会进入人群 他会主动积极去建立一个产业 如果今天是一个大菩萨 我看到花东地区有这个情况啊 好各位 保盐禅世就是这样啊 知道偏乡嘛 偏乡好惨啊 都没有 都没有这个观光客啊 好保盐禅世就要在那里 建立起一个 重视这个世界上的资源啊 都已经是最偏僻的都没什么资源 我们就要在那边重新建立起一个好的系统 让当地的人民都能够受益 这就是积极啊 积极的去建立缘起 那怎么建立也是吃吃喝喝啊 也是吸引大家去观光啊 去看美的啊 去听好听的声音 去感受舒服的生活 在这个世界色受想行事 你可以如此的快乐 那依然也是患啊 他还是假的啊 但是以患修患 这叫做积极的做梦中佛事 积极的建立水月道场 所以你也可以你的人生也可以很无聊的 就这样无奈的就过一辈子 你也可以很积极的借甲修真 来创造一个因缘 所以就是看你的态度 那最少最少最起码 你不要在这个烦恼当中过日子啊 也不要在抱怨当中过你的一生 还有剩下没有多久的时间 你就自在的无我的清静的去过啊 难道你说我已经悟到了空 所以呢就怎样就把自己杀死吧 那这样也是太过造作 是不是 你的世界啊没有因为这样子 你就真的进入空啊 反而是一种执着 所以啊 以患修患啊 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圆 就是患 你也不妨碍 去借由这些患 看看自己到底是真的知道如患 还是只是字面上的看 就是这样子 好谢谢 谢谢